如果男孩子都跟自己女朋友哭穷 管你提出什么 想要什么 我都有理由拒绝 就算我对你一毛不拔 我也能解释出 我不是不爱你 而是现在没钱 而这个时候 你非要让我去付出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而我就能 详心脱俗地说出 你可真是 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是什么表现 当一个男人真正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 你的外貌已经不重要了 或许你在别人的眼里并不出众 但是在他的心里 没有人比你漂亮 无论是不是三把女王节 你依旧是他心目中的女王 当你看上一件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又不舍得买食 当时这个男人工资没发 身上没钱 他依然会想办法 认真去爱你 立刻用花呗去买你想要的礼物 再用几个月工资慢慢去还 因为他打算陪你很久 一个男人总会说自己 会用一辈子对你好 那可不算本事 要让他捕捉到你想要的是什么 尽所能地去实现 除非他不爱你 为什么他一哄就好 因为他爱你 他不求你什么 只求你能够开心 他不图你什么 只图能够给你安全感 千万不要让一个满眼都是你的男孩子 失望 为什么男生结婚法定年龄是22岁 当兵只需要18岁呢 因为女人比敌人更难对付 女生有男闺蜜正常吗 正常啊 纯洁友谊 那男生有女闺蜜正常吗 我朋友说过晚安之后都去打游戏了 不不不 不全是 有些是去聊小姐姐了 那是不是所有 男生选择另一半的时候 比女生还要现实 一开始女生问你要车 要房 要存款 但是真正爱上你之后 她就什么都不要了 而男生真的不同 她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 心里对女孩子都有一套标准 比如说 你长得漂亮 我就带你去高级餐厅吃饭 你长得普通 那咱们就去普通餐厅吃饭 比如说 这个女孩子 你有钱 我就买一个贵重的礼物 送给你 你没有钱 我就随便买个礼物 送给你 这个男人啊 对你有多好 并不能代表 他以后有多爱你 能代表的是 你的价值 有多高 为什么男人比女人好色 男人好色 女人好色的 还少吗 你告诉我 哪个女孩 她不喜欢帅哥 只是我们男人 能表现出来 而你们女人 忍着 不表现出来 你有见过 我们男的 见到自己喜欢的女明星 在那嗷嗷叫的吗 绝对没有你们女的 见到自己喜欢的明星 多宝 有的甚至当场 还就晕倒了 还说我们男人 花心 好色 其实 你们女人才是 你们女人找男人 找有钱的 有房的 有车子的 有户口的 有学历的 有才艺的 哎呀 对颜值有要求 对身高有要求 千百年来 我们男人 只喜欢一种 那就是漂亮的 难道 我们还不够转移吗